台南醫院選舉出現醫師窮殼的事件 明知特別選舉已經有醫院 帶進去議會辦公室 與風聲說 社群窮殼的是民進黨的新任醫院 林怡婷的爸爸 林怡婷就說 他的爸爸是因為無當值的醫院 孝酸人貴姓龍 欠農醫院特別值一個貸款都還不行 所以才會拜託其他醫院 不要帶給貴姓龍 明明是到了台南市議員 林怡婷拜託早就坐在議會大廳 他記得他會保護騙住車 並供學議長選舉 但可以不出現還是到達 雖然檢驗已經介入調查 但為了比較安全 他決定在辦公室 待到議長選舉結束 如果林怡婷 親自按議會大樓外面 可以看到美鳥議員辦公室的會 就是講的 受訪一方向窮學影響 部分市議員煩惱大家的安全 晚上一樣住辦公室 健康也加強順利 截至昨日晚間為止 既有17位議員已派遣 幹練遠景 担扶隨附安危 我跟這傳窮學的人 就是民進黨新科議員 林怡婷的爸爸林遜潔 林怡婷二十四 早前也替老婆解水 那天是清透訪一方 議長賣到現任議長過信糧 國信糧積欠臺南市區議會一千五百萬 從民國八十五年至今一毛未還 而且不只是餘會 農會在民國八十六年也貸款了約八千萬 將農會餘會申請 做到四、五十塊的溫暖 那時候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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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議長選議經濟選 因為五金、鄉、學長、正義、 澎湖不斷 也讓這番議長選議出現很多黑領 記者丹凡務林教官 台南報道